美国籍男主人Michael 揉着或有自己从香草提炼出的天然酵母的酸面团 采用源自于3500年前古埃及的传统技法制作酸面包 星期一到星期四只销售10个面包跟有缘人分享 星期五和周末多一些36个 数量还是不多 吃不到怎么办 我们希望客人乃是不经意遇到不是为了不是因为书上写或是网路上来的 我们很多客人会打电话说他们要吃面包 我会说我们没有开 然后他们说这样好可惜 但是我会说你为什么要来吃面包 那很多人都说因为天有介绍 那我就觉得说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吃到 因为如果是自己体验过喜欢吃然后再来吃 我觉得这个意义会比人家介绍还要大 开这家店是一个想分享的 这个分享是一个我觉得饮食是一个很直接的分享 一个生活态度 东西很淳朴 就像我们的生活可以越紧单越好 东海岸的气候和温度每天都在变化 因此所发酵出的面团味道和样貌都不尽相同 它的面包跟一般的面包比较不一样 它的面包有点酸酸的感觉 吃起来让我觉得跟一般的面包不一样 特殊的那个入口的口感非常好 杂质 原本住在外县市 选择回娘家台东开店 是因为依旧拥有美丽纯樸 希望消费者基于喜爱或是不经意路过的情况下前往用餐 而不是人云亦云千里迢迢前往 只为了一个面包 经营和生活理念明确 香气四溢的美食仓库 蕴含了喜福与知足常乐 东台新闻黄威东河湘报导